大家好,我是猜猜,最近太忙了,也没有好好的给大家去拍视频 首先给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前几天一直在忙着改店的事情,还有培训的事情 这老板刚到家又不让员工闲着呀,今天晚上让我跟他一块去出差 我们要去下面的一些门店去酒店,所以我们要去三个城市 然后本来是想着亲密节放假好好地陪孩子休息一天 然后陪他们去玩一天的,结果又没赶上 我这就回来9号,这孩子大了真好 出差的时候两个人,也不知道是真心送我还是假的送我 此时此刻是不是想着,妈妈终于出差了 终于没有人在家捞到我们了,是不是 记着你的减肥计划,好吗 你就两大任务,减肥和提成节 你就一大任务,开心和忠考 可以吧,还有最重要的,你俩要帮姥姥干活 姥姥一个人太累了,还有弟弟也要看好 别时不时的他跑了,万一被人抓跑了,都不知道 几号开学,我们8号开学 那我来不及送你,到时候给你喊个车吧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我觉得现在文章没有什么处理大的压力 首先我实验已经拿到分了,然后体育的话,满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体育啥时候考? 体育4月20左右考,15号还是几号 我们要去那个考场,要先试一下 然后治医文化科 我算特别的差,对吧 这是我这个人,反正就这样吧 老大 快来 来,爸爸来,妈妈马上要出差了 我去出差,你等一下跟姐姐一块跑步 你是男子和大丈夫 你要骑个自行车给姐姐保驾富航 不然的话,看到坏人怎么办 你知道吗 能胜的?来,请我一口,我要去出差了 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没了 你在小的时候,我出差的时候,妈妈我想你 妈妈你早点回来 以前妈妈出差的时候,你哭的在后面追 妈,我每次出差你都哭的不行,你现在倒好 她下去玩去吧 回家我给你,姑姑给你带着海苔回来了,你赶紧去吃海苔 妈妈走了,妈妈 我真的走了 妈妈 那那敷衍呢,怎么分道养标了你们俩 我现在要开车将近50分钟 开到公司,然后我们一起从公司去出发 现在在她的小区北门门口等一会她 来,大兄弟 带好了是吧 嗯 我上去,上去吧 OK 我带了你去做报堂 一直在每天4点 老王在开车 还有多久能到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影上,刚刚吃了个饭 然后现在来丽云家住 你看一下这个明天的会议 我的天,现在大半夜了,现在对工作吗 要对一下,本来来不及啊 这么急行吗 跟哪来 我都弄好了,你看这是明天开会需要用的三个文件 可以啊,明天做得很精细啊 嗯 多亏了老餐哈 我这在泰国的期间,对吧老王 咱们真是多亏了老财啊 咱们公司前一阵的改那个割居嘛 要不是蔡雅哥家来开的 那量场培训根本都没有 都不能入室去进行 还挺好的,量场培训做的都很好 他们熟悉也都挺多的 都期待下一场 点个赞 我们大伙娘一点都没错啊 名副气势 对,你看看高能了 你也得早点睡 你也不能高太狠 明天是我们下午上的 对,一点半开始 那明天银行结束过之后了 后天搭货天是哪 明天我要上蒙城郭州那边 后天啊,我也没从郭州 会贺费要紧过凤台 去凤台再走一趟 扶杨那边我就不过去了 扶杨那边是12号的会议 这马上延开了就到了 然后14号是贺费的会 那你这赶回来 你搞那种感 你这整天可能扯了小 看一眼,这又不是什么大事 也没有那么,也没有多感 周年不都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嘛 其实不做会议的话 也是陷不得 知道吧 扶杨这一趟的话 应该挺厉害的 行,那你早点睡吧 你也不能熬夜 我把后面的一点 再给它弄好都行 失业了 你早点休息 我去得出了 我去帮你 你等一下 有点忍误 你不听就是这样 你现在还是陷队 我去帮你 你不听就不听 我回去了 你不听就不听 我很想要对他 你不听 你不听 感谢观看